国民党现在的起步它太晚 如果三个月前 它可以见到今天这种情况的话 或许它老早就应该动手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有话直说的主讲人张有话 有很多国民党的人问我 国民党如何击败民进党 我想我三个月前我已经讲了 揭闭打贪玩法 所谓揭闭打贪玩法 就是说民进党执政八年 它执政八年 有很多的弊案 那这一些弊案 如果不一个一个揭发出来的话 民进党可以粉饰太平 第二个打贪 新潮流之贪 还有新潮流之狠 新潮流之坏 要把所有的事实真相 去告诉选民 就是说民进党一系独大 他还不是一党独大 他是一系独大的情况之下 明目张胆的敢这样子乱搞 是不是要让新潮流 接受选民的解决 揭闭打贪 还有一个玩法 就是说现在民进党 反正不顾形象 只要谈到他的事 他一定用司法资源来整理 就是换句话说 一系独大的民进党 为求执政 他不许走这三条路 然后来对付一击 那国民党唯一赢的 从12月4号 侯友宜赵少康 他们去骑骨盐田 还有讲到了几个弊案 各位有没有发现到 他们证实只有揭闭了 揭闭打贪 然后把民进党玩弄司法的炒开 完全公布 他们承认 这个才是很有效的 对付民进党的方式 我在三个月前讲的时候 几乎他们嗤之以鼻 认为是蓝白河胜利在望 但是蓝白战以后 他们又回归到传统的路线来 所以国民党的朋友问我 他说怎么揭闭 我说揭闭非常简单 现场直播 就是现场直播 我说揭闭之道 没有其他现场直播 一个地方 一个地方谈 看你这个地方能够贪多少钱 那至于打贪 你就把民进党所有的仇拥的人士 那些肥猫肥猪等等那些 我说你就不要再讲美牛美猪 我说那些没有用 或者再讲高端 我说那些没有用 我说你一定要有新的东西出来 新的东西出来 就跟当年阿扁 有很多新的东西 我们通通拿得到 我们也问得到 就是说就在那一时刻 你把民进党打下去 就是说打贪要有策略 要有步骤 要有新的东西 如果光谈旧的 信者横信 不信者横不信 反而容易陷入到纷争 那至于玩弄施法 我说这个完完全全 你民进党就是用这种方式 所以这三者 如果能够连结起来 你就可以 你就可以 一个杀民进党企业 第二个引起选民的共鸣 那你第三个 能够 正本清源 避绝封清 所以我说 现在你谈任何的政策 而这些政策 统统放在那个地方 无论是民进党 无论是国民党 你的政策就是那样 你要去改变一个政策 实在是过于困难 但是你必须要揭闭 政策 是不是土利于厂商 现在台湾很多的政策 是土利于厂商 我的朋友都跟我讲了 好多的例子 他们恶行恶状 几乎每一位民进党的委员 一位都吃了脑满肠肥的 那换句话说 换句话说 这个你不能去 去揭发的话 就好比说 我讲到西门燦的问题 就是郑文燦 东东太子阿燦的问题 他在澳门的行径 我还自己去了一趟澳门 问我的朋友 这件事你怎么看 他就跟我讲了很多 他这件事几乎 你澳门的人通通知道 他们在哪 住哪一家饭店 还有其他地方 他们通通知道 甚至于他还带我去 那这一些 如果你可以仿造 柯文哲的实性秀的话 那你揭了出来 一定非常震撼 对不对 不管他再吵再演的时候 至少你揭了出来 这个就是一个事实 然后你跟他争辩AI 那个时候没有AI 那现在台湾的刑事警察局 调查局 没有说这个骗子 是经过剪接变造的 伪造等等 没有 他只是要求你 人脸辨识而已 你人脸辨识的话 那你可以去委托日本 甚至于美国 注明的 帮你弄个一下 花个钱弄个一下 回来你就宣传 就是你 那你为什么否认 那其次 就跟云豹公主一样的 就是说这种事情 怎么一个人可以 兼19加1公司的董事者 这一些问题 只要你能够炒热 只要你能够让选民印象深刻的话 你目的就达到了 然后第三个就是大家非常痛恨的死法 死法看到颜色就会转弯 为什么想看到颜色就会转弯 原因非常简单 半难不半立 所以说这一些 现在只有30多天 在这30多天当中 你如果这三者 你不能一次的讲清楚 让选民印象深刻的话 就是证明民进党的贪腐 是掏空台湾的时候 你怎么能够感动选民 所以只有用这三套方法 你看我在9月间 8月间 我就要求国民党去 旗鼓去学校 这一些地方去拨光电的之害 光电的弊端 说现场直播三天 本来我还想要去 但是有人劝我不要去 为什么 因为我党人财路 他说你又不属于国民党 你又不属于民进党 那你这样子搞的话 对于你自己的危害 我一想我也对 那那个地方我曾经去过一次 台南是我第二部下 我在那个地方读的初中跟高中 所以那一块地方 我也非常的熟悉 我也在台南长大 我的朋友都是在台南 那他们跟我讲的这些事 我听的是斐力手势 所以我那个时候 我就告诉了徐晓星 我也告诉了谢龙介 我也告诉了国民党 你们要不要去直播三天 那我奉陪 结果没有人回应 没有人回应 那一直到现在 那你去了 去了就 就是做个秀与就回来了 那事实上 事实上 谢龙介他们去 是有党派意识跟色彩 那其他人去 去访问当地的渔民 去访问当地的工人 去访问当地的居民 然后去访问 这个光害的利益 那有多么庞大的时候 我说自然的 容易取信于民 本来我想到那边直播三天的 甚至于我跟我朋友 都已经讲好了 但是我的朋友就劝我 88枪 12枪 10枪 都是按照 他们的金额大小 来决定开枪的辞职 他说 他不希望 我有任何的意外 所以呢 他说 我们可以去 他也会帮我找人 但是那些人愿不愿意讲 他不知道 那现在 会有一双双康 他们去 然后做了一场实践秀 就是走过了秀场 可是走过秀场 新闻只有一天 从这一些 我们就可以理解到 就是说 国民党现在的起步 他太晚 如果三个月前 他可以见到 今天这种情况的话 或许 他老早就应该动手 做出 了 就是 以钱 dul 做出 电话